欢迎大家主持收看猛牛早餐百分早餐健康型特别节目 我们将平饭权交给天天饮食大师组 高级营养师吴美云 天天饮食厨艺顾问李铁刚 高级烹饪技师王强师傅 那么今天笑笑的饺子做得怎么样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他这道独聚地方特色的米饺子究竟用到了哪些原料 米浆 肉馅 鲜生菇 虾皮 鸡蛋 熟萝卜 调料有香油 盐 料酒 酱油 糖和味精 笑笑的这个米饺子晶莹剔透 那么饺子皮是用什么原料去做的呢 比例该怎么掌握呢 他们这样重点的看起来米饺子怎么样 把这皮做出来 做米饺子关键就是选用什么样的定粉 你不能用土豆定粉 因为土豆定粉它透明度要比玉米定粉要来得高 减分度上来的很多火 市面上的定粉有很多种 什么玉米定粉 什么反正就不一一介绍了 要选择玉米定粉 玉米定粉 但是比例也非常非常关键 再重复一下比例 比例是五勺的玉米定粉 一勺的糯米粉 然后是三勺的水 关键水不能多也不能少 少了以后这个粉就搅不好了 好 现在我要倒下去 有点这个就摊煎饼的干细度 也不是 这个跟您想的可能会不一样 您可以看一看 这个火就开始了 有点像上次你做那个 有一点像 但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是这样的 我千万别打 不要打 对 千万不可以打 在南方呢 就是网东那边 他们有一种叫那个 就是 藏粉 藏粉 对 我们叫炒的 把它那个粉炒熟了 这个粉呢就是要这么暗 一直要把它那个白颜色 那个一些变得有点透明了 对 有点成熟度 对 差不多就是跟这个一样 对 有点有点那个像那个 和田玉的感觉 对对 真的 这个皮肤 摸一下 如果不沾手 基本上就可以了 可以 没问题 对 现在开始要做饺子了 做皮子 做的皮子跟普通的那个面粉皮呢 顺利有点像 但是 就是要用生粉去 去拍它 对 就能看它粘性很好 对 我们先取一半 取一半 然后把这个 这个放在碗里 好 它跟那个面粉呢 有最大区别就是 它 它跟水 其实它那个跟水不浓的 小浓的 嗯 然后呢 它这个 做这个米饺子呢 就是要用生粉去 去拍它 对 这里您一定要注意 要用生粉而不是普通的面粉 来做不面 否则 做出的米饺子 就不会晶莹剔透了 然后它有鱼 有大味 它这个也是要揉面的 揉面 嗯 因为它有时候 它那个温度有时候不太一样 对 你看这 杭州人做的这个米饺子 嗯 和仙人做的那个饺子就不一样 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啊 啊 现在把它做成大小均整的啊 因为我们喜欢做的小小的 嗯 这个米饺子呢 可以蒸 也可以煎 哦 但是不能煮 你听好了 米饺子一定不能煮啊 我们今天是蒸 嗯 上小龙蒸 上小龙蒸 我们先做几个示范一下 好 这个呢 跟包普通饺子是有点像 就是那个手法是有点像 对 做这个那个米饺子呢 嗯 一定要趁热做 哦 一冷了它会裂开 哦 那你就没办法包了 哦 好 我们现在来包一个馅料 好 包一个 这个馅料呢 是这几种馅料 对 这就是我之前 喂好的 已经饭好了 对 放了几个 现在呢 那我们把皮子擀好了 就是有点透明的 透透的 嗯 好了 我们现在把馅料包进去 我们呢 就是饺子果呢 嗯 因为我的主机是在千岛福嘛 哦 从小就是吃外婆长大 就是包这个饺子果 那个长大的 就从小就看它怎么包 印象很深刻 嗯 印象很深刻 这个呢 就是在就是很多市场上 其实不太吃得到 我外婆这种包法 嗯 先是 先是把它合上了 合上 对 然后呢 把这个边边捏了薄薄的 对 嗯 好 一点 对 现在我们捏褶子 哦 这有点像那个 大爷也被启动包法 一点点往上 中国饺子嘛 对 都是一个祖宗的嘛 饺子呢 我们就包好了 放在笼体里 如果说是现包的呢 你需要大火 三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是受冻的呢 你就不需要八分钟 好了 我们饺子已经捏好了 这个呢 是要上笼 上笼踢的 是呀 嗯 这样呢 我们 嗯 之前已经 真好的一种 那我们的色相 这个机 这是两种的啊 嗯 这是捏完的 这是蒸过的 蒸完以后 我们就看到 它这个鱼儿 是很晶莹剔透的啊 而且呢 和我们北方的角呢 全是不同的 对 一个是有弹性的 对 我们呢 这个是有点粘性的 对 好 谢谢您 两种特色鲜明的角色 大师组的评价怎么样呢 二位 一位来自北方 一位来自南方 一个是煮饺子 水饺 一个呢 是用蒸 做出来的蒸饺 但是呢 二位呢 都是真正的 把饺子的特点 给它吐出出来了 来自陕西的阿姨 做的那个水饺 手法非常好 然后 现身比较营养 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 您的熟练的技术 使我很钦佩 像阿姨 包括了 红 白 绿 黄 黑 这几种原料呢 都有着各自不同的 用中医说 龟精 是吧 滋补着各种不同的这种 葬官 葬 葬不替官 是吧 都非常的好 观众朋友们 现在呢 我也特别期待 我过去您也特别期待 今天呢 笑笑 遇到了张阿姨 这是棋风对手 降雨良才 我们看看 我们的专家 继续支持 笑笑的 青巨盘 支持张阿姨的 巨盘 真是没有想到 真是没有想到 但是呢 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因为这个 有一句老话叫 山外青山 楼外楼 其实我们是想说这个过程 而且提出一个新的理念 就是说 要吃出健康 要重视早餐 而且呢 我们这儿 就是您家的后厨房 也许大爷大妈 做得比咱们还好 我们抛砖引玉 希望你们继续关注我们的天天饮食 记住我们那句话 你行 我行 您行 你行 我们大家行 猛牛 百分早餐 健康行 不见不散 再见 很多家长 很多家长担心 鱼刺会抢到孩子 如果能像吃肉一样 大口大口 放心的吃鱼就好了 明天 李杰师傅就会给小朋友们 带来这样一道 不用吐刺的脱骨带鱼 请不吐刺